那我就归安了 回一课吧 大家好,我是蔡明 少刚说得对 我骂他的部分说得对 但是我没有想来这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年轻人的节目 但是呢,节目组跟我说 你哪来呀,不来你就out了 嘿,我是个虚荣性很强的人 一直想紧跟着年轻人的脚步 就怕自己out 但是这些年呀 我在跟随潮流的路上 一步一个跟头 摔得是叼唧叼唧的 今天是王晶导演的主场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必干 听说毕导演拍电影啊,经费有限 就呢,劝自己的老姑父辞职来演他的电影 拍完电影了,老姑父想 哎呀,该领钱了,是吧 就说,毕干呀,我辞职了 电影也拍完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辞职了 我知道 我辞职了 我辞职了 你鬼畜你啊 我辞职了 你鬼畜你啊 别的导演捧老婆 您倒好 捧老姑父 口味珍重 郑泽氏 一位优秀的演员 这些年呢 他不怎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所以我就在网上搜他 相关的搜索都是 郑泽氏还活着吗 郑泽氏怎么又活了 要说这位网友啊 你也真是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不知道啊 猫有九条命 肥猫最少有十八条命 不过肥猫这个角色 确实深入人心 给我感动的够呛 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阿甘嘛 是吧 就是身材不像 看完我就觉得 Life is like a box of 巧克力糖 被郑泽氏吃了个金光 黄胜一 大家都说他没有演技 是个花瓶 我觉得当花瓶挺好的 是吧 当不了花瓶的 才去当演技派 所以说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以后有人要吐槽你的话 你就理直气壮的跟他说 老娘就是花瓶 怎么着 差你家花了 黄胜一也上过春晚 唱歌 唱第一句就跑掉了 吓得电视机前的正则是 差点噎着 手里的馄饨啊 饺子啊 巧克力啊 撒了一地 打那以后 饭都吃的少了 看看现在瘦的 可怜哪 只有二百三十多斤了 我呢 之前删了个杂志 很多人大惊小怪的 这有什么 其实我平时就很时尚 助理说有个杂志采访 要照片 我就随便找了几张 买菜的照片发过去 哪知道是男人装啊 这下完了 大家都知道我买菜的时候 穿什么了 正是王金 一位优秀的商艺片导演 以及男人装的忠实读者 电影产量很大 但是质量参差不齐 当然这么说也不准确 不乐意了吧 我也不乐意 哪能这么说啊 是吧 那不能叫参差不齐 那叫参 参差不齐 参差不齐 你说你老齐子可啥呀 拿自己当高压锅呢吗 知道为什么高压锅一直在齐齐吗 让你该放弃就放弃呢 我和王导一起录过一个节目 我发现王导是个特别勤奋的人 一有时间他就写剧本 不管是在后台啊 化妆间啊 一点碎片时间都不放过 所以写出来的剧本 那个碎啊 跟饺子馅儿似的 怪不得拍出来的叫贺岁片呢 真碎啊 当时在节目上 为了节目效果 王导呢 就劳管我叫女朋友 还想跟我CP 这声幸亏没让潘长江听见 还能爬上梯子上来揍你 而且还有郭达呢 郭达什么地位啊 郭达 中国版的杰森斯坦森 我和郭达斯坦森呢 因为春晚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 现在你们都长大了 为人父母了 可你们都忙啊 没时间陪孩子给孩子讲故事 我呢就做了一个开心奶奶菜名的公众号 天天给你们孩子讲故事 陪伴他们成长 让孩子多听点故事 少看点呲呲呲呲的电影 其实呢 同样都是搞喜剧的 我真的很佩服王金导演 他的商业片真的很厉害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电影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功劳 我听说过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说王金的电影虽然有其庸俗的一面 但可贵的是 他保存了香港电影的种子 他就是这样 把香港电影最珍贵的种子 保存在他的一大驼肥料理 说了这么多 我说 这个吐槽大会啊 是我很喜欢的节目 我是个喜剧演员 我明白 让人笑比让人哭难太多了 尤其是这吐槽 说轻了观众不过瘾 说中了嘉宾打起来了 能做出这么一档节目 几十亿的点击量 所以李旦池子 不管你们有没有眼睛 我都好爱你们 谢谢大家 我是开心奶奶蔡明 大家好 我是蔡明 华曹大会这个节目 我特别喜欢看 我觉得这些晚辈 特别厉害 让我们这些前辈 压力很大 不过今天还好 那些厉害的都没来 不然场面就会很难看 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死在沙滩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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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有点过分的啊 这个有点过分的 我绝对不是说你 我绝对没有说你 请坐 我们来说说潘长江 她为什么可以上这种劲啊 好奇妙啊 好奇妙 私下里我叫她潘哥 潘哥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人家啊 紧跟时代潮流 第一批搞短视频 两千多万粉丝 人家这是先天优势 但是 这身高 只要拍出来 就是短视频 别人都得数频拍 只有她和毕业够了 她不仅拍短视频 还玩手游 有一回春晚啊 我们剧组一起玩一个射击的游戏 第二年春晚呢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潘哥就问了 你们哥哪个去呢 我说我们都不玩了 你也别玩了 她说那可不行 我充钱了 我充劳都钱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十年过去了 每次见到他 他都在那玩 刚才在后台 他还在那 打打打 还那打枪呢 我真的很想问他 这游戏是不是 只有你一个人在玩 这一个人养活了一家公司 就你这个玩法 都玩成法人了吧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颜鹤翔 没听说过 但是相声演员呢 我倒是认识很多 他们天天在那吹牛 天天说爆菜棉啊 爆菜棉 剪了面 没有一个敢爆菜棉 相声们呢 他们辈份非常严格 郭德纲呢 管我叫姑姑 所以什么郭麒麟啊 孟和唐呀 袁云鹏啊 见了我都叫奶奶 所以今天我想问问 这孙子是谁呀 我真的不是占她便宜 咱们问问她 你该叫我什么 奶奶奶奶奶奶 平身 别的我知道太好了 像爆菜棉这种梗吧 还是适合王建国 王建国你好 我不是李雪芹 我是李雪芹的婆婆 你可心真大呀 还在这吐槽大会 巴巴巴巴的 李雪芹都跟我儿子跑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实情啊 其实啊 我最开始 找的是建国来演我的儿子 建国是不是 他不来啊 他说怕演不好 你怕啥呀 你肯定演不好啊 但是你是跟我演啊 什么样的歪瓜裂枣 我带不动啊 不是 不是 你这个 你 这个说的话 我这个 你看看对面 你摊书都站起来了 完全是不打字招呼 就是啊 他要是不是跟我演 他怎么能变成 小陀螺小萝卜 小螺丝小鸵鸟 小波螺小拖鞋 小骆驼小摩托小摩托 杨和哲 见过吗 菜名 爆菜名 丁太生 我不认识 不认识你喊什么呀 我就听说啊 他批评娃娃的歌难听 我就去把那个片段搜来听了一下 确实难听 我又仔细一听 啊 原来不是娃娃 是丁太生在巴巴 好多人也管我叫毒蛇 不同的是 我的毒蛇招人喜欢 你的毒蛇呢 有点招人讨厌 所以今天我来教教你 怎么能又毒蛇 又招人喜欢 首先你要说得在理 其次呢 你要说得好玩 当然最重要的 你要跟人家商量好 比方说 潘哥 我可以骂你吗 你 你随便骂我 丁太生 骂他 其实啊 我跟潘哥 我们除了工作 私下里也很少见面的 现在的CP不都这样吗 当然了 雪芹跟建国除外 他们俩现在连工作都不见面了 我呢 做了一辈子的演员 虽然辛苦 但也很值得 我在B站 现在有一个熏牛偶像 叫蔡蔡子 奶奶口 有一次直播 飘过来一个弹幕 上面写 我的爷爷奶奶 看您的影视剧 我的爸爸妈妈 看春晚 我在B站看蔡蔡子 感谢您陪伴了我们三代人 哎呀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就赶紧说 那你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你们三代人可别忘了 一键三连哦 谢谢大家 我是一不小心 就陪伴了三代人的蔡明 最后 vidare人讨厌 本集放 主cakes 同学 他们 我们 我 prest 我 再见 孑